市家兄弟這條頻道和團隊一直以來都在你大灣區置業的道路上提供最全面最貼心的服務 除此之外我們亦都會為你分析各個互認的優缺點、風險因素 無論是購買前的資訊和分析,以及購買後的回款、簽約等等 我們都可以承諾全程跟進,以及將來的收留,及協助辦理各項政見文件等等 確保給你最貼心的售後服務和跟進,成為你置業道路上的得力助手 現時我們在港島的銅鑼灣,以及九龍的旺角都有兩間實體的木店 歡迎你隨時上來查詢各項大灣區置業的資訊 我們期望為每一位觀眾客戶曾得最理想的安樂窩,以至是投資物業 熱切期待你的到訪,以及資訊任何關於灣區置業的問題 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自家兄弟頻道 我是阿湯,我們又回到珠海白礁這一邊,一個很受歡迎 亦都是很多人推介過的項目 但這次我們是可以上到它的現樓單位去看看 因為現時這個項目,其實有些工程上的進度等等 部分的動數只是剛剛開始完成 還在做清潔等等 我們亦都是急不及待,馬上上到上面的高層單位 讓大家一探究竟,到底在單位的露台、房間等等 看出去遠望的河景有多漂亮 當然,你說跟一些林河的屋苑,真的看著全一線的河景 肯定是有些少許區別的 但你要這樣看,畢竟價錢上大家是有差別的 還有,保利末里花園這個位置,亦都相對周邊買東西 以至到自己都有一個商場 在生活配套方面是相當之方便 雖則就說現時,在樓盤附近有一些將會擦遷重建的地塊 以及附近亦都有一些現時是吉了的地皮 將會有機會興建其他屋苑等等 但其實,如果這一帶越來越多的私人屋苑是建成 入住率整體是會比較理想的 其實也不會出現一種所謂 起了一些樓出來,但沒有人住的鬼成現象 因為你可以見到,附近一些入貨的屋苑 現時的入住率等等,也算得上是相當理想 畢竟八礁這一邊,本身也有它的居民 其實這裡一些新式的屋苑,部分都是 本身住在這一帶的一些居民的分支家庭 是牽了進去上樓這些大型屋苑裡面 當然也有部份的住戶 本身可能住在鄉州老城區 那邊的樓比較貴,一些分支家庭比較年輕的 相對用便宜的價錢,買在八礁這一帶 就會享有一個舒適一點的環境 欣賞完這個,可以看到這麼漂亮的黃陽河景的航拍之後 我們就交給Amanda,帶我們上去 剛剛好現時可以去到高層單位 看到實體景觀的樓層裡面 看看對出的景觀到底是否漂亮 好,剛才我們就在九棟 現在我們來到二棟去看實體樓 我們現在22層,124的這個面積 是,我們現在整個二座這邊都在裝修 現在先看看我們的景觀 這個景觀都是比較漂亮的,難不通 我們北面這邊的這個河景是非常之舒服的 好舒服啊,我們現在是22樓,是嗎 是,因為今天下雨的話可能天氣會不太好 如果平時的話,它看上去整條河的話 顏色是非常之漂亮的 如果說我們一個夜景的話 可以看到我們河對面,老城區井岸那邊 那個夜景,大順身都會摩天輪一個景觀 我明白,這個位置真不錯,而且風也很大 是 我們現在看到那邊是河 那下面那些矮樓是甚麼來的 那些是舊一些置建房 未來的話,就是我們延河大那邊 會造一條東堤路 是從我們這裏東堤路在我們航母門口那邊 直通到那個井岸大橋那邊 所以未來的話,如果我們平時吃飯 吃完飯之後去逛街散步或者運動的話 都是在我們一個河邊邊的 那我們以後這個位置是不會再建一些高樓層 阻住我們這個視野的嗎 會不會,在我們一個珠海一個規劃圖那邊的話 在我們這個前面那裏的話 延河邊是有幾塊紅色的一個商業用地 是 那未來的話,應該是會延河邊 會造一些商業街的 明白了 這個景真是正,好舒服啊,站在這裏 是啊 還有一個性價比比較高 就是它單價會比較便宜 這個單價反而更加便宜 是,如果高層的話 折口差不多是14000左右 14000大聲莊 是,大聲莊 好,OK 那看看我們一個主路圖,一個景觀 好 那邊就看何景 那我們這一邊是 如果說低層的話 我們這邊的話 低層就看我們泳池位 看我們泳池位 那我們現在在我們22樓這個高層這邊的話 看下去它這個景觀都是會比較視野開闊的 嗯,明白 是啊 我們下面,就是這裏下面 就有一個泳池 是 可以看到泳池景 嗯 那現在我們那些陸化都在整 是啊 那我們整個小區一個圓林陸化的話 預計會在10月份左右整好的 哦,今年12份就整好 是,今年12份就整好 是,今年12月份整好 而且呢,我們都在大概今年年尾左右都會交流 嗯,有一部分 是啊 那我們再看看裡面 看看房間裡面的景觀是怎樣的 好啊,好啊,好啊 那這個戶型的話呢 就應該是除了露台之外 我們這個次禍這邊 都是可以看到我們這個黃陽河的 這邊的一個河景 對了 這個窗的膠標是怎樣封住的 嗯,外面是畢業窗 哦,畢業窗 是,到時候都可以根據業主一個個人要求拆了 但是我們這個呢,是我們一個交標來的 哦,明白 OK,那這邊都是看賀景的 嗯 另外一間 那這個就是陽改房了 那這個陽改房現在做了這個圍蘭的話呢 就到時候就是按照這個去交標的 哦,所以這個呢,就是剛才你說的 加多一兩千元就可以自己封住它了 是,沒錯 送一半的面積 是啊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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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那主人房這裡的話呢 就應該可以看到少少何景的 哦,看不到 嗯,看到一點點 看到,看到少少這邊 是啊,看到少少 是 是,但是它其實每間房的話呢 樓間它,樓與樓之間的話呢 它都是會比較附近的 嗯 是啊 所以它基本上的話呢 它採光和通風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明白 OK 那看了那個124方之外呢 現在看看我們這個108方的這個樓形的景觀 OK 是啊 那一進來的話呢 這邊都是我們一個陽改房的 那這個陽改房的話呢 膠標都基本上是有一個位了 那我們現在的話呢 瓷磚它已經整好了 已經貼好了 是啊 那這個樓形的話呢 北面這邊都可以看到一個何件的 那其實我們這個 這一棟的話呢 這個108方高層是比較好些 所以北面和南面都可以看到何景 是啊 先看看我們一個主腦台這個景觀 哇這個更正啊 這個近距離看何景 是啊 它這個何景 這條黃洋河畫呢 平時就是端午節 會有一些爬龍舟的一些活動 還有一些 斗門一些傳統的一個節日 海上那些 水上節日的話呢 它都會舉行一些活動的 那我們可以坐在自己家的陽台 看現場 是啊 沒錯 那真的很舒服 那同樣那邊都是不會建一些高樓 去阻擋到我們現在的這個 這個景觀 那剛才說到的話呢 就低樓這邊有一個小山坡 這裡的話呢 會做一個山體公園 那前面那些置建房的話呢 其實我們斗門這個片區來說的話呢 它還沒有達到這個舊改的一個程度 是 如果說真的到了舊改的一個程度的話呢 這邊一個樓價最少賣到一個三到四萬元 是 所以未來一個十年到二十年的話呢 它拆的一個可能性會比較少些 哦 十到二十年左右都不會拆的 這個位置 是 OK 我們看看房間裡面 房間的話呢 就剛才我們兩個 除了我們陽改房 那我們北面兩間房的話呢 它都可以看到一個何景的 是何景的一個位置 那然後主人房的話呢 其實跟剛才我們這個主路台的一個景觀 都是差不多的 是的 它這個景觀都非常之美 很舒服啊二姐 因為今天呢 有一點點 適合下完雨 那個彩缸呢 就沒有平時那麼好 平時的話 這個位置應該是 陽光非常充足的 是不是 是啊 那我們主人房的這個洗手間這裡的話呢 都可以看到少少人 但是它這個窗的話呢 我們兩個洗手間 因為都是比較隱私性的 所以它這個窗的話呢 都是採用那個磨砂的 是的 我明白 那另外我們去看一下 我們一個九十七平方的那個畫面 OK OK 九十七戶型的又是打開這道門之後有兩房間 是的 是的 咦 門頭這邊 是不是接著開始 看完那兩個畫面 現在就看一下這個細面積的 其實這個細面積的一個景觀 都是非常之美的 是的 我們現在接著去看看 是的 如果這一座一個南面的一個景觀的話呢 其實我個人覺得它這個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它這個畫面的話呢 景觀是最近的 是的 景觀是最近的 然後除了我們這個主陽台 是可以看到這個景觀之外 那我們一個次禍 和主人房都可以看到的 我們就政府打造一河兩岸 是嗎 那邊就是我們 西堤路 西堤路 是的 我們一個西堤路和東堤路的話呢 亦都是被譽為我們一個珠海的第四條情侶路 是的 明白 好的 那我們去看看我們其他屋形 其他房間 那這個就是我們次禍了 次禍的一個景觀的話呢 其實跟楊凱是差不多的 那如果打開窗來的話呢 其實都是非常之通風 那去看一下我們主人房 其實這三個禍形的話呢 如果看何景會比較好些 我個人覺得是這個九十幾平方會好些 因為兩間房和主人主樓台 都可以看到非常之清晰 那我們現在這個職的話 它貨量多不多呢 嗯 都是剩下五六套 是的 單價的話呢 就大概都要一萬五千多左右 明白 那這個就是我們一個陽改房 那這個陽改房的話呢 它這個零一單位 是潮西的 那潮西這邊的話呢 都是會看到何景 但是的話呢 會比隔離這個小區這邊 會擋住少少少 對了 不知你又覺得呢 上到現樓 看看外面這個何景的景觀 美不美 我覺得呢 就相當不錯的 那在上集呢 現場銷售已經詳盡解釋過 現時主推的動數 一些戶型的分佈等等 我在這裡簡單說兩句 目前呢 主推就是二動和六動的 而二動呢 就會在大單位為主 124平方米 而六動的話呢 就會是96平方米左右的 戶型區多 另外呢 二期的保利百合公館呢 都會是發展上目前主推的產品 就只有一二動的 千萬不要搞錯了 因為保利百合公館 有它自己的一二動 而保利末里花園呢 也都有它自己的一二動 所以呢 不要搞亂了 另外也要再提 保利莫里公館呢 向著山坡那邊的 弧形等等呢 基本上之前已經賣光了 目前呢 主推一些最便宜的產品 都會是望回擦遷地那邊 未來的兩三年呢 可能就會有些沙塵滾滾 和比較吵一點 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呢 就聽回現場人員介紹這個區位 那現在各位看到的話呢 這個是我們一個 珠海的規劃圖來的 那首先我們的項目 保利末里花園的話呢 是位於我們珠海西區 斗門這個片區的 也是我們央企保利進駐珠海的 第十個明星項目 那現在珠海的話呢 它是分為四個板塊發展的 首先第一個是我們一個市區鄉州 那目前鄉州的一個房價 現在大概是一個三到四萬元左右 那同時這個片區的話呢 目前已經發展得比較飽和了 是一個以守房為主 那下面橫琴的話呢 是我們一個國家重點自貿區來的 那現在的房價大概是一個五到六萬元左右 那同時這個片區的話呢 是一個金融行業 以及一個商業行業為主 那我們西區 那麽花園和這個斗門片區來說 現在最大一個賣點就是這一條鄉海大橋 那這條鄉海大橋的話呢 預計會在明年 2022年年初開通的 那開通之後的話呢 從我們項目這邊 出發途徑我們鄉海大橋 去到市區 或者是到這個廣珠澳大橋 這個人工島這裡的話呢 只需要一個20到25分鐘就可以去到了 非常之方便 那目前你說我們一個通勤大橋 就是下面這一條鄉海大橋 那現在一個通勤時間的話呢 是需要一個五十分鐘左右的 那我們項目的話呢 周邊一個配套呢 是會比較豐富的 這個十二分鐘的生活圈 它是包含到三間醫院 五間中小學 那其中兩間醫院的話呢 在我們項目北向 大概開車十分鐘 會有一個橋立中醫院 以及一個富有保健院的 那另外一間的話呢 在我們項目西南向 大概開車十五分鐘 會有一個專業五院 那我們一個生活配套的話呢 因為我們的項目 它是靠近前面這條黃陽河 那這條黃陽河的話呢 也是政府設資十五億去打造一個 一河兩岸一個景觀工程的 那環繞著黃陽河周邊的話呢 是有八達公園環繞 那我們項目門口的話呢 剛好有一個海濱廣場 那這個海濱廣場的話呢 現在是建好了我們一個第一期 佔地大概是五萬平方左右 那我們平時一個休閒活動的話呢 都可以在我們這個海濱廣場這裡滿足的 大一個行路過去的話呢 也都是一個三到五分鐘 那未來我們這個海濱廣場的話呢 它會直通到我們一個井岸大橋的 差不多總場的話呢 會有一個八公里到十公里之間 所以我們未來周邊一個 生活配套和休閒配套的話呢 都是會比較充足的 那我們項目現在在售一個軍價呢 大概是一個一萬四到一萬五左右大精裝 那交流時間的話呢 會在明年一個五月份到十五月份交付的 那最後例牌地都給大家看回 各種證書啊 預售證等等的文件 這個項目一百三十多萬左右呢 現時已經可以入場的了 買到一些有些少景觀的單位 當然你要高層些少的 價錢就稍為要再比高一些 那若然你對這個項目是有興趣的 記得聯絡我們查詢一下 一些什麼單位可以選擇 今集的內容呢就到這裡先啦 我們為大家介紹一下 怎樣來到我們自家兄弟 最方便的旺角門店 由旺角地鐵站的這一出口出來之後呢 只需要向彌敦道方向 走到大路之後呢 向左手邊一直走 會經過屈臣市和萬寧等等的商鋪 在匯豐銀行之前的位置 就是彌敦道655號商業中心 自家兄弟就在八樓的802和803室 樓下是不需要特別的登記 而等候電梯上來的時間 也是相當之快捷 上到八樓之後 只需要向著801-805那邊的方向 推開大門就可以見到我們自家兄弟的旺角 物業直播展銷廳 在這裡我們會提供舒適的環境 被準買家慢慢欣賞去心意的物業 也有專人提供樓盤資訊 以及解答買家的疑慮 無論你有任何的需要 都歡迎你來到我們旺角門店 向我們查詢一下 如果還未訂閱我們自家兄弟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和按旁邊的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了 下條影片見 拜拜